一个肾能活多久 徐玉祥,西电集团医院 肾病科,主任医师 通常仍有两个肾 两个肾需要的功能 只需要25%到30%的功能 就可以完成日常的排泄和代泄 如果说仍因为需要疾病 或者是亲属之间的捐血 这除了一个肾 只剩下一肾 它应该也能完成此生的这些代泄 只要在中间保持 不要进一步的损害 保证血压稳定 平常不要对一些保健品 一些对生肠有损害的药物 使用度过多 病人的寿命 通常来讲是不受更多的影响的 人通常来讲 这剩下一肾的时候 它不解得能够完全运完 也只需要半个肾就够了 整体来说 人两个肾 只需要半个肾 25%到30%的功能 剩下75%的功能是所谓储比 当然人的寿命的影响 它是多方面的 不完全说是 只受生脏一个器官的决定 生脏这个器官 它还是中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受血压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 还受其他疾病 特别是现在一些 代谢性疾病比较高 像糖尿病 冠性病 还有高质血症 这些问题 它都是不同程度 对各个器官造成损伤 当然 肾脏的损伤 也包括在内 专家提示 一 人有两个肾 两个肾需要的功能 只需要25%至30%的功能 就可以完成日常的排泄和代谢 二 只剩下一个肾 也能完成自身的这些代谢 只要在中间保持 不要进一步的损害 保证血压稳定 病人的寿命通常来讲 是不受更多的影响的 三 通常来讲 人只需要半个肾 运行25%至30%的功能 剩下75%的功能是作为储备 四 人的寿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不完全说是只受肾脏一个器官的决定